有跟張主任通過電話了嗎 熱線斷了嗎 黑色墨鏡遮住半張臉 對於柬埔寨17名台籍詐欺一犯 極高可能遣送大陸 張曉曰 沉默不語 一律以微笑回應 留下滿地的問號 好 謝謝 謝謝 葉俊榮同樣息字如今 一整個上午恰巧輪到內政質詢 但朝野立委卻只有藝人關心 既然是我們的人 我們一定要送回台灣來處理 那麼對方是還沒有回應我們 還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大概就是不會回應 繼13號的13名台人 因詐欺罪嫌遭到逮捕後 另有4名則是在機場 企圖出境時遭到攔截 根據外媒報導 柬埔寨官員是在一中原則下 認定所有台嫌都是中國人 且礙於台檢並無邦交 協商一度受挫 所信經多方交涉下 21號的潛入行動終於暫緩 同樣事件再三重演 但您還記得肯亞大盤暗時 這些委員是怎麼說的 現在還在避重就輕 因為你們要討論 你們需要資料 沒有辦法做決定 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我們的司法主權 有效的打擊犯罪 重視對於被害者權益的保護 這項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就只有一句話爭取 我們都沒有相對應的 譬如說外交的相關的制裁的措施 只要抗議 抗議完就結束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做 中國大陸他們認為說 台灣打擊電信詐騙比較鬆懈 定罪率也不高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盡速 就我們現有的法治的一些機制 能夠做加強 從制裁大陸到反聲自省 委員的EQ改朝換代 難道也跟著升級 觸及兩岸通通冷處理 就怕這髮夾彎甩得太急 就連口口聲聲的國家主權 也給旺得一乾二脊 記得台北宗好不好